近日,中共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傅盈,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公然违背事实发表和安全谈话,称由于美方的巨大军事压力使得朝鲜认为自己受到存亡的威胁,为实现终极自保走上拥合的道路。评论认为,这种倒打一耙的流氓嘴脸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都感到气愤和可耻。 16日至18日,第54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在德国慕尼黑举行。傅盈在主题为《失控的和安全的论坛》上,以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和领域全球治理为题进行演讲。 在谈到朝鲜半岛局势时,他称,美军及其盟友与朝鲜的军事敌对一直是半岛紧张的根源,由于美方的巨大军事压力使得朝鲜认为自己受到存亡的威胁,为实现终极自保走上拥合的道路。 大陆资深媒体人黄金秋表示,傅盈这是倒打一把,混淆是非,替朝鲜罪恶洗白的一种说辞。 首先是朝鲜对世界和平造成了威胁,怎么能反过来说是别人对它造成威胁呢? 他具体分析几点理由,第一,首先朝鲜本身就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和军事侵略者,包括现在的第三代,一直都是独裁暴政,对世界和平构成一个极大的威胁。 这个政权的本身就是罪恶,是不应该存在的。 第二点,朝鲜也一直用核武器讹诈全世界,可以说它对全世界没有任何贡献,只有不断地造成威胁,甚至炮击邻国韩国等等,造成很多的冲突。 因此朝鲜就像一个炸药包,在东北亚是个巨大的威胁,不光是威胁到韩国也威胁到中国,所以它可以说是世界性的威胁。 这样一个独裁政权,就是美国不清理,中国也应该清理它。对朝鲜的清理应该越早越好。 第三点,朝鲜发展核武器完全违反了联合国的决议,也违反了它对中国或六方会谈各方面做出的一些承诺。 作为一个流氓无赖的国家,拥有核武器本身就是不符合国际社会的立场,也是违反自己的承诺的。 他质问傅盈说,现在反过来替朝鲜洗白,说美国、日本、韩国这些国家威胁朝鲜,所以朝鲜要拥有核武器。 如果傅盈的这种说法能够存在的话,那就意味着每个国家都要有自己的核武器,因为每个国家都可以说觉得自己没有安全感。 这样必然引起世界大战,所以他的这个说法是非常荒谬的。 黄金秋说,他认为,中共既然没有能力制止朝鲜发展核武器,也没有能力当朝鲜的保护伞,那就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中国动手灭了朝鲜这个独裁政权,让对方变得和平,另一个就是让美国、韩国去消灭这个独裁政权。 他警告说,你现在不去消灭它,如果它要发展核武器受到最大威胁的是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 傅盈在演讲中还提及平常奥运会上韩国,朝鲜两国运动员携手入场的场面感人,再次点燃和平的希望,并称,我们都应支持他们,尤其美国不要错过开启和平谈判的机会。 否则,形势可能再度进入紧张轨道。对此,黄金秋认为,朝鲜参加奥运会,他的军队就有和平意向吗?他只释放一个和平的烟雾谈而已。 这场比赛的背后是朝鲜在国土上建立了无数的集中营,里面有上百万的被囚禁的奴隶,更不用说我们众所皆知的统治集团内部参与的杀戮,包括金正恩的哥哥金正男,辜负张成则也不能够倖免。 黄金秋强调说,所以不管金正恩政权表现出怎样的和平姿态,其本质就是一个残暴的政权。 他表示,如果美国作为一个世界警察,面对这样的一个疯狗也不能够制裁,你还要缓一步,还要丢骨头,只能让疯狗吃饱之后继续更疯狂地去咬人。 所以我认为不管朝鲜在冬奥会上做出什么承诺都不应该理睬他,他拥有核武器,美国就应该采取军事情动去摧毁这个独裁政权,这是唯一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 去年5月复营发表了一篇题为《朝核问题的历史演进与前情展望的掌文》,遭到大陆新媒体全球演的公开枪声,也提复营,您辛苦了,别再到处找钥匙了进行批驳。 文章一开头就点名复营此文并非官方主流的声音,并回击复营的美国威胁论说,必须分清楚,朝鲜的安全和金家政权的安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后者不可能不受到美国的威胁。 这是独裁的代价。文章还说,对朝鲜人来说,独裁本身就是他们受到的最大威胁。 最重要的是,金家政权的安全性用中国人的安全和利益去换取,并强调打开朝核问题的袖所的钥匙就在我们手中。 平昌冬奥会还有一周即将结束,中国队却大失水准,未获一枚金牌,被指示史上成绩最差的一次。 有知情者透露,中国队的金牌荒和运动员的压力,恰恰就来自中共特色的动员令。 据悉,大陆奥运代表团抵达平昌时,体育当局紧急成立临时党委,甚至韩正逊话称,一切听党指挥。 正在进行的平昌冬奥会,中国队大失水准,在众多优势项目上丢掉夺金的机会。 大年初期,中国选手又再度与金牌失之交臂。 据悉,大年初一,中共派了特别小组赶往平昌督战。 但是正月初二全部比赛结束时,中国代表团本届冬奥会的金牌荒,仍在持续。 知情者称,殊不知,冬奥会至今,中国代表团持续金牌荒,可以说运动员们的所有压力,恰恰就来自党指挥。 冬奥会的大幕还未正式拉开,中国代表团在平昌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所谓党支部。 据党媒新华网报道,平昌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临时党委7日成立。 据悉,代表中国出席开幕式的排名最后的中共常委韩正,在此次冬奥会赛前训话中强调, 中国代表团的头等大事,就是一切听从党指挥。 另外,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平昌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临时党委书记狗仲文也强调, 要把党领导一切体现在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参赛过程当中。 知情者还独家了解到,中南海特别小组与中国代表团高层连夜召开紧急会议, 对本届冬奥会的首金,在座全面部署。 知情者称,正是这一次次的强调党指挥,导致苟年开局未能忘, 中国代表团最高层狂躁不安。 中国代表团至今未收到官方贺电。 当然,一旦金台实现零的突破,官方贺电肯定随时而来, 而官媒也将立即改头换面。 这正是中共惯用的招数,利用体育成绩为党贴金。 有海外评论人士称,中共体育的举国体制, 不是为了人民的健康,而是为中共脸上贴金, 成为中共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 所以,中共不惜每年花费数十亿人民币, 举全国之人力、物力,才力去培养尖子队员,争夺金牌。 美籍华裔作家草成青说, 只有像中国这种专制国家,才为了刺激民族狂热, 不仅靠媒体煽动奥运热,国家更花大钱打造金牌选手。 另一方面,中国群众体育,学生体育却每况愈下, 活民尤其是学生身体素质急剧下降。 正如网友所言,无论中国拿多少金牌, 中国还是致病猫,因为举国体制只打造了金牌大国, 却成就不了体育强国。 美国总统无论到哪里,都有军事随从替他提着一个黑色公事包, 以被他在紧急情况下授权美军发动核武攻击。 美媒18日爆料,川普总统去年访华期间, 因携带和密码箱的军事助理被中共安保拦下, 白宫特勤人员随即将中共安保案倒在地。 总部在北京的美媒多维引述艾克洛斯网站2月18日报道称, 2017年11月9日,川普总统访华期间, 在北京大会堂,白宫官员曾跟中共安保人员发生暂断的肢体冲突。 艾克洛斯网站独家报道说, 当时一位携带由美国核弹发射电钮的手提箱的白宫官员, 跟随川普总统进入北京大会堂时, 被中共安保拦下。 这名白宫官员是一名军事助理。 报道说,按照规定,无论总统身在何处, 这名携带和密码箱的军事助理, 必须时时刻刻跟随。 与这位军事助理一同随行总统的还有一位白宫医生。 这名白宫军事助理被拦架后, 一位美国官员赶忙报告了皮邻厅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及白宫管家凯利, 凯利马上赶了过去, 走到提箱官员前, 让他继续前行, 告诉这名军事助理及周围美国官员我们进去。 当时, 有中共安保人员立即上来抓住凯利的胳膊, 随后, 美国特勤人员上前抓住了这名中共安保人员, 将其按倒在地。 报道说, 美国人员没有碰到手提箱, 之后北京安保方面的负责人向美方道歉。 美国官员当时还被告知对此不要对外声张。 川普总统于2017年11月8日至10日, 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 据称, 川普总统访问亚洲执行, 他的军事随从替他提着一个神秘的黑色公事包, 这个被拟称为足球的公事包, 约20公斤重。 只要川普离开白宫的指挥中心, 无论是在飞机、汽车或电梯里, 他的军事随从都会替他提着这个公事包, 与他形影不离。 2016年12月,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曾在接受采访时说, 50年来, 每时每刻, 每天24小时, 美国总统后面都跟着一名军事助手, 此人携带一枚教足球的包, 里面包含着总统在美国遭到核攻击时将使用, 并被授权使用的核密码。 报道说, 美国总统可以发动那种世人从未见过的毁灭性攻击, 他不必与任何人商量, 他不必指挥国会, 他不需要和法庭商量。 前白宫军事办公室介绍说, 这个神秘公事包里面, 没有可启动核武的红色按钮, 只有四种物品, 一张印有确认密码的索引卡, 一本75页的黑色的书, 里面以黑色和红色油墨印上报复性核武攻击的选项, 另一本黑色的书, 列有总统可避难的机密地点, 一个文件夹, 内有10页的说明书, 说明如何使用紧急广播系统。 有时候, 这个公事包还会露出一节天线, 所以它里面可能也有通讯设备。 川普总统曾说, 当他拿到国家核武器库密码的那一刻, 在某种程度上令人感到害怕。 据称, 川普透过此公事包可将朝鲜瞬间移为平地。 要授权攻击, 总统必须先提供一个代码, 证实自己的身份。 他应该把这个代码随时带在身上。 这个代码常被说成是一张卡片, 绰号饼干。 在克林顿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年, 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谢尔顿上将 在2010年出版的自传中写道, 克林顿把饼干弄丢了几个月, 没有告诉任何人。 这是大事, 谢尔顿写道, 天大的事。 总统不需要得到其他任何人的批准, 包括国会或军方, 便可授权打击。 这个决定可能不得不立即做出。 然而, 一些政界人士呼吁增加审批程序。 在参议院待的时间越长, 越担心有人犯重大错误, 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费恩斯坦在2016年说, 总统一个人全权负责。 如果他出错了, 天晓得, 就是大决战了。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 在中共十九大上成为政治局常委, 将分管中共意识形态。 有港媒发文放风水将接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一职, 爆料了王沪宁的副手张某当年遭薄熙来排挤, 而蒙王把刀相助进入正言室的密文。 香港《明报》发文放风称, 王沪宁如今已成为中共政坛的第五号人物, 不可能长期接任正言室主任一职, 预计该职位将与其他人接手。 文章分析, 现在王沪宁的副手当中, 几位比较有资历的人都已另有安排, 何一廷调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施之洪已退休, 将金权调任了国资委任纪检组长, 潘成州调任中纪委主港澳办纪检组组长, 王小辉出任中宣部长务副部长。 眼下整个正言室就剩下一个副主任张继, 不过张某自立较浅, 估计难以晋升主任。 该文接着爆料称, 共青团中央干部出身的张继20年前曾经空降重庆, 不料尽遭博排斥贬折。 后来是王沪宁拔刀相助, 将张调入了正言室, 担任该机构下属的社会研究局长兼办公室主任。 一年前, 张某才刚刚升任了正言室的副主任。 虽然张得到了王沪宁的赏识名单, 其资料背景还是太浅, 估计难作席的右臂。 所以正言室主任一直很有可能会另外空降一人担任。 文章并表示, 薄熙来一贯为人处事都很霸道, 与许多官员都不合, 曾经原大连市委书记曹博蠢, 辽宁省委书记文士镇, 中共国务院分管商务的原副总理吴仪等高官交恶, 斗得无休无止。 薄熙来2007年11月30日担任重庆市委书记后, 与张继有三年的工作交集。 薄空降重庆前, 张继担任重庆市南岸区委书记。 薄熙来上任不足两年, 就把张继调任重庆市委农工委书记, 是农委副主任, 虽然级别并未降低, 但那只是一个有职无权的虚职。 2010年, 张继短暂出任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后, 于同年底调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任职。 港媒的上述爆料似乎有意无意把王沪宁摆到了薄熙来的对立面, 似有间接撇清王赫博不是一路人的意图。 不过, 早年间, 海外曾热传王沪宁当年出书鼓吹过的央视美女主播江峰 恰恰是薄熙来的绯闻情人, 显示王沪宁与博党之间也曾有说不清的关系。 曾经在央视任女主播的江峰, 年轻时曾是复旦大学辩论队的一位辩手。 1993年新加坡广播局和中国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赛, 共邀请世界各地八所著名大学参加比赛, 当时江峰等四人代表复旦大学参赛而成为独占凹头的辩论高手, 而当时复旦代表队的带队教练就是王沪宁。 2003年,王沪宁和于武金主编了轰动一时的《诗诚舌战》《十年珍藏版》一书, 江峰正是这本书中突出宣传的主角。 作为王沪宁的得意门生, 江峰后来逐渐涉入政商圈子, 先是与薄熙来金主徐明过从甚密, 甚至被传一度谈婚论嫁。 后来又被曝出与薄熙来关系匪浅, 被坊间列为薄的几大情人之列。 薄熙来落马被审时, 中共官方发布的《博案判决书》中曾出现江峰的名字, 令这种传言平添几分真实度。 据判决书描述, 薄熙来当年在大连和辽宁省当政掌权期间, 在其前带子徐明的操办下, 用其受贿所得赃款购买了一栋 位于法国嘎纳松树大到稀好的封单, 圣桥治别墅,江峰则是这栋别墅的代理人。 2013年8月8日,江峰自己也曾发布消息, 承认自己是法国嘎纳一处豪宅的管理人, 但他拒绝确认该房产的最终所有者。 从江峰发布的一组别墅部分内景照片可以看出, 该别墅坐落在法国南部嘎纳一个山坡上, 能观赏到地中海海景, 是一座拥有六卧室附带游泳池, 并有面积约4000平米花园的豪宅。 是非常荒谬的。 黄金秋说,他认为, 中共既然没有能力制止朝鲜发展核武器, 也没有能力当朝鲜的保护伞, 那就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中国动手灭了朝鲜这个独裁政权, 让对方变得和平, 另一个就是让美国、韩国去消灭这个独裁政权。 他警告说,你现在不去消灭它, 如果它要发展核武器受到最大威胁的是中国, 而不是其他国家。 傅盈在演讲中还提及平常奥运会上韩国, 朝鲜两国运动员携手入场的场面感人, 再次点燃和平的希望, 并称,我们都应支持他们, 尤其美国不要错过开启和平谈判的机会。 否则,形势可能再度进入紧张轨道。 对此,黄金秋认为,朝鲜参加奥运会, 他的军队就有和平意向吗? 他只释放一个和平的烟雾谈而已。 这场比赛的背后是朝鲜在国土上建立了无数的集中营, 里面有上百万的被囚禁的奴隶, 更不用说我们众所皆知的统治集团内部参与的杀戮, 包括金正恩的哥哥金正男, 辜负张成则也不能够倖免。 黄金秋强调说, 所以不管金正恩政权表现出怎样的和平姿态, 其本质就是一个残暴的政权。 他表示, 如果美国作为一个世界警察, 面对这样的一个疯狗也不能够制裁, 你还要缓一步, 还要丢骨头, 只能让疯狗吃饱之后继续更疯狂地去咬人。 所以我认为不管朝鲜在冬奥会上做出什么承诺都不应该理睬他, 他拥有核武器, 美国就应该采取军事情动去摧毁这个独裁政权, 这是唯一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 去年5月复营发表了一篇题为 《朝核问题的历史演进与前情展望的掌文》, 遭到大陆新媒体全球演的公开枪声, 也提复营, 您辛苦了, 别再到处找钥匙了进行批驳。 文章一开头就点名复营此文并非官方主流的声音, 并回击复营的《美国威胁论》说, 必须分清楚, 朝鲜的安全和金家政权的安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后者不可能不受到美国的威胁, 这是独裁的代价。 文章还说, 对朝鲜人来说, 独裁本身就是他们受到的最大威胁。 最重要的是, 金家政权的安全性用中国人的安全和利益去换取, 并强调打开朝核问题的秀所的钥匙就在我们手中。 平昌冬奥会还有一周即将结束, 中国对却大失水准, 未获一枚金牌,被指示史上成绩最差的一次。 有知情者透露, 中国对的金牌荒和运动员的压力, 恰恰就来自中共特色的动员令。 据悉, 大陆奥运代表团抵达平昌时, 体育当局紧急成立临时党委, 甚至韩正逊化称, 一切听党指挥。 正在进行的平昌冬奥会, 中国对大失水准, 在众多优势项目上丢掉夺金的机会。 大年初期, 中国选手又再度与金牌失之交臂。 据悉, 大年初一, 中共派了特别小组赶往平昌督战。 但是正月初二全部比赛结束时, 中国代表团本届冬奥会的金牌荒, 仍在持续。 知情者称, 殊不知, 冬奥会至今, 中国代表团持续金牌荒, 可以说运动员们的所有压力, 恰恰就来自党指挥。 冬奥会的大幕还未正式拉开, 中国代表团在平昌的第一件事, 就是成立所谓党支部。 据党媒新华网报道, 平昌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临时党委7日成立。 据悉, 代表中国出席开幕式的排名最后的中共常委韩正, 在此次冬奥会赛前训话中强调, 中国代表团的头等大事, 就是一切听从党指挥。 另外, 国家体育总, 近日, 中共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赋营, 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公然违背事实发表和安全谈话, 称由于美方的巨大军事压力使得朝鲜认为自己受到存亡的威胁, 为实现终极自保走上拥合的道路。 评论认为, 这种倒打一耙的流氓嘴脸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都感到气愤和可耻。 16日至18日, 第54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在德国慕尼黑举行。 复营在主题为《失控的和安全的论坛》上, 以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和领域全球治理为题进行演讲。 在谈到朝鲜半岛局势时, 他称,美军及其盟友与朝鲜的军事敌对一直是半岛紧张的根源, 由于美方的巨大军事压力使得朝鲜认为自己受到存亡的威胁, 为实现终极自保走上拥合的道路。 大陆资深媒体人黄金秋表示, 复营这是倒打一把,混淆是非,替朝鲜最恶洗白的一种说辞。 首先是朝鲜对世界和平造成了威胁, 怎么能反过来说是别人对它造成威胁呢? 他具体分析几点理由, 第一,首先朝鲜本身就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和军事侵略者, 包括现在的第三代,一直都是独裁暴政, 对世界和平构成一个极大的威胁。 这个政权的本身就是罪恶,是不应该存在的。 第二点,朝鲜也一直用核武器讹诈全世界, 可以说它对全世界没有任何贡献, 只有不断地造成威胁, 甚至炮击邻国韩国等等,造成很多的冲突。 因此朝鲜就像一个炸药包, 在东北亚是个巨大的威胁, 不光是威胁到韩国也威胁到中国, 所以它可以说是世界性的威胁。 这样一个独裁政权,就是美国不清理, 中国也应该清理它。 对朝鲜的清理应该越早越好。 第三点,朝鲜发展核武器完全违反了联合国的决议, 也违反了它对中国或六方会谈各方面做出的一些承诺。 作为一个流氓无赖的国家, 拥有核武器本身就是不符合国际社会的立场, 也是违反自己的承诺的。 它质问傅盈说,现在反过来替朝鲜洗白, 说美国、日本、韩国这些国家威胁朝鲜, 所以朝鲜要拥有核武器。 如果傅盈的这种说法能够存在的话, 那就意味着每个国家都要有自己的核武器, 因为每个国家都可以说觉得自己没有安全感。 这样必然引起世界大战, 所以它的这个说法是